哇 又看到眼皮了 不要鬧了啦 睫毛變得很明顯耶 是這種一粗一粗的 很整齊的睫毛 我覺得它就是下睫毛的睫毛膏 眼睛對比下來真的很明顯耶 我上次買了美咖他們家的粉底膨霧 我自己是很喜歡 聽說他們家的睫毛膏 比粉底膨霧更有名 所以我也去買了這裡 因為我本身眼皮是比較內霜 所以我的睫毛比較容易被眼皮吃掉 很容易卡到 重點是我眼睛比較短 所以在刷睫毛膏的時候 刷頭很容易站在我的眼皮上 那我聽說他們家的睫毛膏 刷頭非常細 可以刷出噸噸粉底 很捲翹的睫毛 我現在就來開箱 哇 它刷頭真的很細耶 感覺就很好刷 欸 它刷到真的很細 不會站到我眼皮 而且是每一根都可以刷到 尤其是我眼頭的睫毛這麼短 都可以被刷起來耶 刷完效果不錯耶 真的是剛剛分明捲翹的睫毛耶 哇 刷睫毛也很好刷耶 而且睫毛變得很明顯耶 是這種一搓一搓的 很整齊的睫毛 我覺得它就是下睫毛的睫毛膏啊 看我的下睫毛超好看的 沒有對比你們都不知道 我之前的睫毛膏是多恐怖的 這個是我之前買的睫毛膏 我現在就來刷給你們看 我真的很認真刷 哇 你看 我馬上沾到眼皮了 刷起來是這種結塊的感覺 刷完很像橡欖角 像我這種睫毛比較細短的人 就不能用這種很粗的睫毛刷 不然刷完眼尾會很重 又會結塊 哇 又更多眼皮了 不要弄了啦 它刷完之後這種一塊一塊的 很恐怖 超難刷的 眼睛對比下來真的很明顯耶 這邊還是不刷比較好看 這邊用長頸鹿刷的真的很好看耶 我趕快把這邊卸掉 來刷長頸鹿睫毛膏 好 我兩邊都刷完了 第一次覺得刷完睫毛膏 眼睛會變大耶 而且不用擔心 那一雙會讓睫毛不明顯 現在我睫毛超長超捲翹的 像太陽花睫毛一樣 聽說它這個一整天都可以很翹 不會塌 也不會暈妝 我今天就來特試看看 我都戴上8小時了 睫毛還是很翹耶 大家今天看也一樣很美 我同事今天都在問 我是用哪一排的睫毛膏 怎麼今天睫毛這麼的漂亮 我就跟他們瘋狂推薦 長頸鹿睫毛膏 我真的超推的 看我今天睫毛這麼漂亮 就知道它有多厲害了吧